记者吴博为台北报导,这几天不少Pokemon GO的玩家发现游戏地图略为改变,甚至出现地图缺漏的情况,怀疑是游戏出现bug,不过今网友抽丝剥剪后发现游戏营运商Nintic悄悄地将地图资料由原本的Google Map换成OpenStreetMap才发生这样的转变。 日前国外玩家首先发现Pokemon GO的地图变得不太一样,经过资料搜集与询问游戏营运商Nintic后,确认游戏地图从原先采用的Google地图资料变成OpenStreetMap资料。 台湾OpenStreetMap社群参与者陈瑞琳分析Nintic的决定可能与降低流量费用与市场布局有关。 陈瑞琳说明,虽然Nintic是从Google分出去的公司,但在商严商使用有版权的Google Map仍要负担一笔数目不小的授权费用,而OpenStreetMap属于开源式地图,市集群众之力共同协作化地图,同时这个地图也开放让任何人免费取用,因此对于营运商而言,成本支出下降不少。 此外,中国对于Google的严格管制也称为Falkman G.O.无法进军中国的原因之一。 陈瑞琳认为Nintic guy,用OpenStreetMap资料的另一个考量可能是想扭转现在的情况并打开中国市场。 不过由于OpenStreetMap是群众协力的地图资料库,因此仍然存有一些先天的限制。 陈瑞琳表示,OpenStreetMap资料是靠民众自主登陆与回报建制而成的,因此若是在人烟机少或是上网人口较少的地方,地图资料就会不足。 以台湾为例,OpenStreetMap跟Google Map的地图资料在台北、高雄、台中等人口密集,上网人口多的大城市而言,差异并不会太大,甚至一些邻里间的巷弄,小路反而会记录得更相识。 但是若是深区或东部地区,OpenStreetMap的资料量可能就会不及Google Map。 除了Pokemon GOY-9TIC旗下另一款游戏,Ingress也同步更改地图资料。 陈瑞琳认为,地图更改对于游玩体验一定会有影响,不过影响程度人需观察。